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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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tay Poole 我本身是做Protection出身的 就是做做的人 但是我后来去上班的地方 是類似做行销的地方 就是两边的概念 观念上面有很大的充满 Protection的人会用Protection的角度去看很多事情 但是做品牌做行销的人 他們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 我覺得這中間是有很多 很多不一樣的思维跟價值觀 有一天啊 我就收到一個簡訊 我看歐巴傳來 就是列了一堆人的名字說 文大推廣部Dtech 我開了一堂課叫做出賣樂團的十六種方法 老師都很厲害啊 老師的名字講出來 你每一個你都覺得是有頭有臉的人 課程其實規劃的滿好的 就是在說它從各種不同的面向去切入 樂團經營這件事情 有從樂團本身 也有從平台的角度 然後也有從就是經營者的角度 就是可能還有唱片公司的老闆 各種不同唱片公司的老闆 還有就是 也許是從流行音樂的角度來看 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 你會覺得說 哇這樣子可以很清楚的看透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的可能性 它的狀況有哪些 我那時候覺得最吸引我是這一點 所以我後來就去上課了 我們所教學 教給學生不會只有單單 像比方說軟體的操作啊 反而是一些比較說 實際在實務上面的一些應用 因為我們所有的老師 都在業界都還正在發光發熱的一些老師 所以學生能夠所學到的 他一定是在業界最新的 所以每個學生學習最後的結果 他們都會感受到 他在這邊所學到的東西 馬上到公司上面 或到他們的學校裡面 或到他們的作業上面 都可以馬上可以自己直接發揮出來 我覺得那個課有幫到我很多 是在於一些 執行上面的時候 我比較有方向 就是說我比較 我可能比較知道說 我應該要怎麼下手 你不能等到遇到了才去學 所以我覺得要主動出擊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在你可能 你可能先預想說 你將來可能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問題之前 你就先去做這件事情 你先去準備 後來決定我說我要離開原本的工作 然後全心投入在做音樂這件事情 主要一件事情是因為我的 某一個程度來說是因為我的樂團 那再來就是說我想要誠實面對自己說 我可不可以 就是 去做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一些事情 快樂學習 改變人生 你也可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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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